李芷婷才剛認愛就開直播副司 抓包男友開小賬私聊晚三批 你要小心一點 只要跟我同台 都有危險 你會不會也有一些不好說的事情 我是沒有啦 對 藏好了 我想一下我有沒有 要藏好了 要藏好了 主動媽的 李芷婷是真的遇到Trouble了 從選秀節目出身的他 今年三月被直擊 與ROSHA歌手進步招網 還把男友帶來件隊長 就在肩膀被一陣招呼 男方下台翼鞠躬之後 小兩口隨即在四月大方認愛了 雙方將網圓磨一年 時不時就在社群平台撒狗糧 上月男方除了新歌Andrew 麗芷婷還獻上性感熱舞喔 我男朋友的歌啦 我是他的Andrew 為他性感一次啦 男方則是轉播影片 寫給Andrew的歌 他回覆的方式真的耐人尋味喔 小兩口感情看似甜蜜 近期卻把感情的問題搬上IG直播 難道公開真的等於分開嗎 那意見有不同 大家充分討論 然後呢 李芷婷說了 關於我可能讓你很意外的point 包括男友讓他很沒安全感 男友在交往前就是渣男 男友晚過三批 他不只是渣男喔 他那個如果只講渣男 太客氣了 前因後果大概是這樣子的 李芷婷跟粉絲們說 沒事不要看男友手機 因為他看了發現 男友過去曾是渣男在一起半年了 還會開小賬跟其他女生聊天 但男友覺得完全沒曖昧被抓包三次才刪光 前幾天打掃新家時 男友甚至開玩笑說房子很大 如果是單身狀態 早就找人來家裡三批了李芷婷 身體不舒服 很多天男友就算工作看球賽 都有在女生IG留言私下 卻沒有主動關心他身體狀況 我真是不聲唏噓啦 男友委屈的是 過去自己的確很會玩 不過被抓包之後就改過了 卻還是無法彌補女友的不安全感 我得粗暴的言論打可不必啦 李芷婷覺得他想要的關心很簡單 根本不想把感情的爛勢 彈在陽光下 直播也是男友說要開的 為什麼我們三個不能嚇壞 我們一定要這樣好笑笑 或許來也是窗脫潮 窗尾河 男友也下定決心 要好好修練愛情了 前晚還在直播哽咽咽的李芷婷 隔天就光速和好囉 我們沒事了 很抱歉昨晚的直播讓大家擔心 今天好好溝通後又搭乘共識 今後會更理性處理問題 謝謝大家 那些揮畫兩篇不公自破的畫 我也輕輕就好 你好台北 很高興賣Chili 這不會很膩 這不會很膩 不要喘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砲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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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砲 他有憤怒在裡面 我真的閉上去 встрет… 這窗砲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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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aha